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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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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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刚学佛 七年刚学佛 那慢慢来无所谓 因为你跑远一点买一本 不要一次买完 但是有人问我 那时我干脆寄给非洲人 然后顺便给他们穿 你的想法是对 问题是这个动物不喜欢 这个动物不喜欢 像我要出家以前 我整个客厅都是世界最贵的旧 我为了这个 因为我过去的同修 他知道我要出家 他就故意喝醉酒 然后让我好像不舍得他 所以我倒到天亮了 倒了好几天也倒不完 然后瓶子还给他打破 因为你不打破 他们很多人就拿这个瓶子 去卖假酒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虽然麻烦 但是慢慢处理 还有一个就是先生的那个 跟我同时间的皮 他我要怎么 那件皮怎么 那问题还是一定要处理 只是他要不要给你处理 我是学佛的 那就回向给他 因为你没办法 他的权利 只是你不要执着 世界上穿皮衣的那么多 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不理他 我只要看人家穿皮衣 我就会感觉 我一定会念的 所以各位你要注意 只要他们 你在飞机上 你是吃素的 前后面是吃肉了 那你一定要念 虽然你吃素 然后你不帮他超度 那就不慈悲 那你这个素 还是不正正的慈悲 你要帮他 这些被吃掉的 娱乐超度 以及吃的人 消业障 这个你通通要做 但是你观念奥弥陀佛也可以 但最少你的动机 是对就好了 好 感恩师父 现在有两位慈悲的上师 我们陈文龙特别请来 因为我们写了很多很多的牌位 所以就请他们 因为在藏传佛教的超度仪轨 还是真的有力量 那因为藏传佛教的修行 什么叫菩提心 就是在修仪轨的时候 不能够离开菩提心 所以在修的时候 对他们很重要 那汉人讲的是禅 禅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保持禅 可能修行方法不太一样 那至少他们在念诵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不离 身口意不离开菩提心 所以这样才有功德才有用 所以如果讲超度来讲 他们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就特别请他们 来修行 那我们要起一个念头 来 愿所有往生者 往生排位 接受上师 以轨超度 那些念普贤超度以轨 然后他们就真实可以得到 好 还有问题吗 请说 师父阿弥陀佛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常常听您开始 在说法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一些我们佛教的典故 然后有讲到说 某某尊者呢 证得阿罗汉 那请问师父 什么是证得阿罗汉 那阿罗汉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感恩阿弥陀佛 阿罗汉叫涅槃境界 涅槃就是 没痛苦 完全没有痛苦 并不是有什么快乐 像我们吃饭 很好吃 很快乐 事实上 那个是一种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会追求那个快乐 或是突然味道变了 你就不舒服了 那阿罗汉 他聊 听佛讲四圣替 苦即灭道 生命有生老病死苦 懂懂的痛苦 苦的因因是来自于无名贪爱 所以只要把无名贪爱消除掉 这个叫灭地 即是痛苦 那你就老实的修道 戒定慧 所以他们戒 打坐修禅定 消除贪承是叫慧 然后呢 得到解脱 这样 那特别佛陀在世的时候 更殊胜 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有大神通 有一万个出家人在打坐 那佛陀就会分身成为 一万个进入他的思想 去引导他 正阿罗汉解脱 那并不是佛灭了就没有 那任何一段时间 你很虔诚在修行 那完全融入法 然后呢 你的护法 这些佛菩萨 就会进入你的意识一样 创造一面来帮助你 帮助你 那阿罗汉的目的就是 很专心的修行 正得出果 恶果 三果 再加上可以得到三果 什么叫三果 就是说 你死了以后 直接生在五不还天 然后死之前 就已经断成断意 断贪心 跟断称慧心断掉了 所以你这辈子 没有男女与娃 别人伤害你 你都不会生气 那四果阿罗汉 才可以断无名 那无名就是 不会再轮回的 就叫无生的意思 我们就有生有灭 所以阿罗汉是正的 无生 正佛教就不这么做 因为如果我们正入阿罗汉 那我们的母亲还在轮回 这么多众生还在轮回 所以大乘强调的是 诸法空相 所以你要按照 新经 金刚经 去思维空性 那既然思维空性 无我 你如果正的空性 就无我 那无我 就根本没有生死可言 但是留下这个色身 还是不断地来轮回 轮回做净土去帮助众生 虽然还是 你去帮助众生更苦 下地狱 怎么样 但是这个苦 只是一个肉体的感受 但是你的内心 还是保持在安忍的阶段 就像 现在别人帮你打针 你知道很痛 但是你觉得这个痛 对我身体好 没关系 这个有点像阿罗汉 就叫身体有瘦 心里无瘦 心里没有那个感受 那阿罗汉是身心都不瘦了 阿罗汉是 他如果入涅槃 他没有身心了 但是佛陀就一直告诉阿罗汉 说你们应该留下在这个世界 多帮助众生 因为很多众生 还在轮回受苦 但是阿罗汉 这个真的要实修 不过我看经典 特别大吉经说 末法没有人可以正的阿罗汉 末法 没有人可以正的阿罗汉 这一点我要去要求实证 我因为我经常去缅甸 他们说那个阿罗汉 那个阿罗汉 而且我去看还真的有一种阿罗汉 有一种特色 但是我现在分析回来 这些人 我跟他接触了 这些阿罗汉 我发觉他们并不是在 现在正阿罗汉 是他们是在佛的时代 就正阿罗汉 只是他们有一份悲心 他愿意继续来帮助这个世界 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菩萨一样 只是他以南传佛教的修行方法 去度南传的人 就像在泰国九大 龙普托 阿赞多 这些 像阿江茶 他们都像阿罗汉一样 不然他们根本不会写这么多书 办了这么多活动 要去度别人 但是虽然讲阿罗汉是南传佛教 但是也是我们大乘佛教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这种阿罗汉的空性 那你去度众生 你还是在满足自己的贪嗔痴 就没意思了 只是说 菩萨的意思是说 一脚踏在火灾现场 一脚踏在极乐世界 因为他不忍心把那一脚拔起来 因为那边太多众生在守苦 所以菩萨教不正入涅槃 所以不正入 但是也不执着轮回 但是他是用一种思想 我讲这个 你也不懂我也不懂 因为我们都还没正到 这只是书上写 什么叫阿罗汉 你自己碰了就知道 一个很帅 很美 很性感的坐在你面前 那你就像看一只死猫一样 那可能叫阿罗汉了吧 所以你说 那个女人很美 那个男人很帅 那公猪也很公 母猪也是母的 你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 也不行 他是人 因为你有像的分别 那你就知道 你不是阿罗汉了 所以有个优婆极多尊者 在缅甸叫乌巴库 这个乌巴库叫无像阿罗汉 他经常在那个时代 有很多人宣布他证 就是说他们证阿罗汉 所以这个无像尊者就经常跟他们考试 他在打坐着变成一只狮子 那个砰就跑掉了 你还阿罗汉的看到狮子就跑掉了 因为真正的阿罗汉 这些境界动不了他的心了 因为阿罗汉对他来讲 死就死嘛 反正我死就挣得最大的快乐 不怕死 所以我想 他是用这样去 去告诉对方 你没有挣阿罗汉 那个人就很谦虚的 就来拜他做师父 所以他帮助了一千多个人 挣得阿罗汉 都有血 所以阿罗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处理心 然后呢 大乘里面最重要的是空性 那如果你有空性 你就不会起贪层次 所以如何去达到空性 那各位念一下 冷静分析 观察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就是你要去分析一切 什么东西 这个佛像 它是铜座 它铸铁 然后你要分析 然后做成这个形象 也可以做成马桶 也可以做成汤匙 这样 然后它的原料 那你各位 你一定要分析 如果你不分析 你会被它吸引 比如说 这个男生好帅 这个女人好美 你就好好分析一下吧 分析一下 你就觉得 哇 这个不帅 对不对 这个很苦 因为你外表再漂亮 里面都是肮脏的 这个也是分析 九孔 每一个流出来都是不干净的 各位回去三天不要洗澡 你看你还美不美 帅不帅 然后如果你去分析这个 你会觉得 对啊 那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那些流浪狗 我都没能管 我只管一个男人 太痛苦了吧 然后你应该去分析这个 慢慢你就会超越那个执着 当然在分析的过程 就是打坐的过程 智慧的关照 你还是要求佛 加持 祈愿三宝 加持 有一点我必须告诉各位 每一尊佛菩萨 百分之一百永恒存在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凡夫 这些肉眼看不见 但是呢 佛菩萨没有一刻不存在 他比电脑 卫星频道 卫星频道还有弱弱的时间 佛菩萨没有弱的 只要你有信心 一千年阿弥陀佛 一千年观音菩萨 他就马上现前 那你要有信心 要活在这种状态 好 请说 阿弥陀佛 顶礼三宝 顶礼海涛法师 请问 我们现在有一个群 就是每天学习 海涛法师佛法开示 那么家乡清田话 是我翻译的 那么有时候 好像中间翻译的时候 有时候我把自己学佛的心得 加一点点进去 可不可以 这个可不可以 要问听的人 就是说 就是说 你愿意加进去是悲心 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谦虚 就是说 这个讲法 你是不是能够接受 也就是说 对方的接受程度 怎么样 从这里面 我们一直去改变它 这样最好 就说 就像我一样 因为我经常录影 录影台 别人在听 我都会问问他 这个 要不要哪里修正一下 我发音有没有标准 我会不会太喜欢开 我以前很严肃了 我不开玩笑了 我现在慢慢改变了 现在有点像主持人 因为我发觉人家听听听 全部都睡着了 那还什么意思呢 所以 那这里面 你有这个悲心非常好 那你要从别人的反应里面 去 去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更好 更有效率 更有效率 当然这里面 会有一个压力 就是说 这位法师讲的东西 你再给他加东西 这个是加分还是减分 因为你要去分析 我就是怕自己 所以你要问别人 别人呢 群里的大家反应 他们说 因为我把自己现实 学佛的一点心得 好像念大悲咒 大部分人 都是不认识字的 然后他们呢 我必须用家乡话 然后我跟他们讲 他们也愿意学大悲咒 然后我跟他们讲 大悲咒功德利益 然后我中间 把自己的现实生活 我姐姐的女儿留鼻血 怎么都止不住 他们最喜欢听这个了 然后念大悲咒就止住了 然后他们说 我这样一说 他们就懂了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现实的最重要 真实发生的最重要 真实的都是我家里 所以我怎么家 也是我哥哥 我妈妈 因为这个 我是有一些 有些信徒 说我跟你讲 千万不要讲出去 那我就不能讲了 这个版权所有 但是我都 因为真实的故事 才有加持 因为我毕竟是在家虚实 那我修行很差 如果我家去 我就是怕自己讲错 但是故事是真实的 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认为 你认为你可能会讲错 很怕 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 就是我们不能有一点点的骄傲 我感觉自己修行 是最差最差的 所以看到我们群里 四百六十多人 大部分人不认识字 好多人进来 就是教我 教他他们 念六支大明咒 还有大悲咒 他们不认识字 但是他们 在我的鼓励下 很多人都会背 对啊 这样就非常好啊 只是说 自己要多祈求 观音菩萨的加持 因为你在讲大悲咒 六支大明咒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个媒介而已 就像他们看手机 看电脑 他也是算一个媒介 然后 我们为了要解释大悲咒 或者讲这个故事 我们一定要祈求观音菩萨 我是诸佛菩萨加持 我并不是在表达我自己 我只是希望对方更能够 得到佛法的利益 也就在那个时候啊 自己的谦虚 再加上佛菩萨的加持 然后呢 以及众生的苦 那时候你就慢慢的 显露佛性 就是说 自信里面 本具足的这些佛性 然后去为对方说法 所以如果你不去说法 那你就不会进步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以悲心 所以 《观无量寿经》说 劝尽行者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最重要后面这些 劝尽行者 你必须 我想要让对方知道 我想要让对方得到利苦 那个时候 你的悲心智慧 就会开发得很快 所以就 当然第二个 最好 能够 有 善知识 或是 良伴 就是 多给我们提醒 这里面有没有哪里 不圆满 我认为一个人 要必须接受 不断地接受调整 这样 这样最好 好 谢谢你 继续努力 海涛法师 很对不起 有时候 我自己也是很不懂 昨天一个姐妹 她就问我 她说 丽莹姐姐 家里听说点佛灯 如果香 点完了 佛灯就把它灭掉 我说 我家里从来不灭 我说 我每次点佛灯 都是念 海涛法师的 那个 点灯 祈愿文 一掌得现于 每尊佛前 我说 我们不要把它灭了 她说 某某法门 都说要把它灭了 晚上不能点 什么灯 晚上不能念 心经 我说 这个我不敢随便 回答你 我怕自己回答错误 我知道 因为现在流行 心灵法门 她说 这个叫末法现象 末法现象 末法就是 真的没人听 那些比较普通的 就是大家喜欢听 对不对 这个叫末法 所以末法 她就 晚上不能念 晚上别人念 事实上 有时候我都会这样 给她回答 你们那边晚上 我们这边白天 所以佛陀没有 佛陀没有睡午觉 睡晚上的 因为佛法是永恒的 人家说 那个是人的说法 我们是按照佛的说法 所以某人 因为他有这个因缘 可以度这么多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真可惜 他没有善知识 没有善知识 他用他的想法 来解释佛法 这是比较痛苦的那一点 地藏菩萨没有说 晚上不要念我 我要睡觉 然后他就偏偏说 晚上不要送地藏经 就很奇怪 所以这是他个人的说法 不过针对这个法门 我觉得有一点 我们要很认真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 去听他讲了 因为这些人很苦的 生病啊 生病啊 很苦很苦 他们有人说 可以解决问题 他们当然要去 所以我认为 我们身为佛教徒 我们更应该要 积极的 就像你一样 你要透过网络 积极的直接用方言 跟他们接触 但是我们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 就是无所求的慈悲 帮助他们 然后也为了帮助他们 我们自己要 多一点 听闻佛法 看经典 你也不要意思 海盗法师 海盗法师 哪一天我还俗了 那还得了 意思是说 按照佛经 地藏经 怎么说 那个怎么说 会好一点 因为 因为按照佛陀的讲法 会更有加持力 因为我修行很差 有些佛经念了 里面的意思 还不是很懂 所以我不敢随便讲 那没关系 好 尽力就好 谢谢 感恩 谢谢 阿弥陀佛 师父好 我的问题是 如何教育小孩子 孩子现在两岁半 很多时候很调皮 不知道怎么该制止他 佛经说 小孩有小孩的 护法身 然后呢 我们不能光用 我的方法去教他 但是我们要尽力 影响他 然后 真的 你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有教你 多给他念 Ontrain Ontrain就是 教给文殊菩萨的意思 文殊菩萨 他又发这个愿 妈妈母亲之间 如何更快乐 更无病苦 还有一个就是 欢喜母菩萨 欢喜母菩萨 他发愿 凡是三宝弟子 生小孩子 他守护这个小孩子 到十六岁 欢喜母菩萨 所以 台湾人叫床母 他就是负责 负责这个小孩子的 然后 如果他有 哪一方面的问题 特别生病 那就要拿一碗饭菜 素食的 在初一时五的中午 放在床檐旁边 叫冤欢喜母 帮我照顾这个小孩子 那我认为 这个也很好 就是说 会让我们觉得 三宝护法的力量很大 只要我们虔诚的 去齐情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所以佛教里面 有自力 他力 法力 自力是说 你还是要尽力 陪伴小孩子 不能光丢手机 给他 我发现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小孩子不听父母 还是听手机的 因为很难教 你看 他丢给他 就OK了 但是你就 伤害小孩子 就像我们在印尼 现在印尼小孩子 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 为什么 他妈是印尼人 为什么 因为生下来 就交给印尼的工人带 那个妈妈 就去上班 去化妆 对 所以这小孩子 他就 他没有 他等于华人的中文 教育 他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想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事实上小孩子 是我们修行 最好的祝愿 陪伴他的过程 用耐心 悲心 然后再请诸佛 佛陀加持 再来经典说 也要帮小孩子 多点灯 乃至 定经典 因为这个是 让他有光明的路 开智慧的路 能够提早 让他有智慧 去选择 对跟不对 好 但是每天 他一犯错误 然后他一看你生气了 他就在那 哦妈 你被灭 然后你也不知道 有的时候 想打他 然后他爸爸也在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弄 所以有问题 就是说 各位 你 他这个讲 我很理解 因为我 我生过小孩 我们的小孩 爱 爱得超过 那个比心肝宝贝 还爱 那个 所以我很庆幸 我有一个儿子 我经常跟我们这些法师说 可怜 你们都没有儿子 他说什么意思 难道你生一个 不是啊 你知道爱的那种痛苦 跟感受 不是一般人能够体悟的 所以佛陀说 众生都是我心中的 罗佛罗 这句话 我就可以体悟 因为 因为对小孩子 那种 那种没有办法 停止的爱 很脆弱的爱 就会如此 所以我那个时候 意思是说 那个时候 你不要超过你的范围 意思是说 你 你能做三分 到了四分 你就要发飙了 那你就做三分 其他的交给阿弥陀佛 你小孩子都会赶快 帮你 你不要骂我 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超越你的界限 用真正在骂他 对小孩子就 就没意义了 因为你骂他 小孩子什么都不学 就学骂人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小孩子 我们是陪着他长大 我们自己也成熟 所以我的小孩子 我从他出生 到他六岁半 我只有不小心 有一次捏他捏一下 我就痛很久了 我自己也想 我就 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不忍心打了 所以 那是对我们就了解 怎么样去帮他 但是帮他最好的方法 是自己做好 功德回向给他 然后呢 所以我的方法 就是讲故事 小朋友 他就是喜欢听故事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很会讲故事 因为我是为了 讲给我儿子听的 这个叫什么 讲这个来比喻那个 用故事的力量 这佛菩萨的故事 然后呢 去开发他的智慧 所以 但是我刚刚还是 必须讲到 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连你老公都阿弥陀佛了 所以你还是要控制自己 但是我知道这个很难 所以我常告诉人家 真的要孝顺 因为母亲 母年一百岁 长幽八舍 他儿子他还在烦恼 妈妈舍不下的 那只是你要自己控制自己 那个时间快了 快了你就赶快去念我 你儿子你不用念我 赶快去念 因为你快发飙了 但是小孩子这是正常 这是正常 因为没人陪他玩 就你们陪他玩 如果他有比较多的伴 就比较没有那个问题 好 好 感恩师父 所以帮助小孩子 有一个症 就是刚刚素了 翁刺凛 文殊菩萨一致症 还有一个大水球症 翁叭啦叭啦 三叭啦参不来 martin 闻嘴叭啦 所以說我們連生命都交給阿彌陀佛了,所以其他都不要煩惱 但是用自己的力量你會氣得半死 這個要注意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就僅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帶著大家吃素、放生、失食、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海頭花蘇紅花香點 9月27號至10月17號 印度紅髮行程 10月2號星期一 印度 晚上心靈講座 上師與弟子的佛學交流 10月3號星期二 念賢節千佛 持詹儲罪一千節 印度 晚上心靈講座 上師 上師與弟子的佛學交流 上師與弟子的佛學交流 10月6號星期五 聖音菩薩 地藏菩薩 持詹儲罪九十節 印度 龍德寺全天法會 10月10號星期二 上午 上午 印度 十輪金剛大塔落成典禮 下午 參訪大愛道比丘尼四月 即燕共 10月11號星期三 仁登古佛聖誕 廣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薩 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二行成一億倍 印度 鐵丘仁波切四月法會 竟且十方大塔 擁有全翁參加 阿蜜豆腐